这个星期城中最热门的话题 相信就是我国禁止以色列游泳选手前来参赛了 你好我是Christine 大家好我是丽萍 那我国禁止以色列选手前来参赛 而被这个国际残奥委员会取消在沙拉越举行的 世界残障游泳赛主办资格 那透过了这次的事件呢 就让我们看到了 沙拉越的这个政府跟联邦政府呢 是持有不同的立场的 但是最后呢 沙拉越政府还是决定要去尊重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决定 这个情况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没有事情的时候 它就是政治跟这个体育是可以分开的 可是当这个政治又牵扯到这个外交的因素的时候 政治跟体育就是完全是不能分割的 那么从这次的事件上 我们也是也可以看到了 就是沙拉越政府跟这个联邦政府 其实协调跟沟通是严重不足 毕竟这个当初的主办权是马来西亚去争取的 而争取的同时你就知道说一定是到时候 由以色列的选手来参加 所以说当时候是不是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前朝政府已经是做了一个决定 他会主办的时候 他会赢取这以色列的选手来呢 可是到了现在的政府 他却推翻了前朝政府的决定 那么对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形象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打击 是那其实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沙拉越是有移民自主权的 所以当事情发生之后呢 很多人都会在问 为什么沙拉越不行使移民自主权呢 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 以色列不是马来西亚的邦交国 因此就像沙拉越旅游艺术文化青年级体育部长 阿都卡林说的 如果联邦政府不批准以色列选手的签证申请的话呢 沙拉越也是必须要去遵从的 是的 那么这个事情其实是很赤裸裸的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当我们一直在喊这个移民自主权 我们有这个事 我们是一个帮属的地位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够忘记 也是不能否认的一个很强烈的事实 就是沙拉越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份子 所以当这个主办权 这个活动的主办权就是马来西亚 所以我们就必须是以国的名义去参加这个主办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不能够是说我们沙拉越要主办就主办 不是说你古今要坚持 沙拉越政府说我坚持 我一定要给以色列的时候 因为这个就涉及到国跟国之间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是不可能能够是说 我们坚持做这种事情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变成是国 我们国家里面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是 因为目前马来西亚是没有一国两制的 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 我们不能够讲说就是分开来去决定 分开去执行这样子的 是的 所以在这次的这场 英体育引起的风波的时候 我们绝对是不可能能够行使移民自主权的 因为人家认得是你马来西亚 所以你不是以沙拉越的名 你沙拉越在国际地位上 只是属于马来西亚的一份子 怎么去行使移民自主权说是放行呢 问题水是出在这个联邦政府 你要不要说OK 那这项比赛原本是在今年的7月29号到8月4号 在沙拉越古境举行 但是呢 现在说取消就取消 其实对本地的很多业者 尤其是酒店业者来说呢 是一件非常心痛的一件事情啊 因为呢 截至1月26号 已经有64个国家的1600多名运动员和体育人员呢 是确定会出席这场比赛了 但是现在大家都不来了 酒店的业者呢 他们就估计会损失150万令吉的 是 这说法就像是我们常讲的一个道口的 你的肥肉被人家叼走了 就是你现在表面上看起来说 这个活动距离这个主办的日期 还有整大半年的时间 你看不到这个选择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措施了 我们宣传沙拉越 宣传古境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尤其是这个运动呢 其实是有60多个国家 甚至是上千名的人来到这边 是你一个很好的向世界 这个打开认识沙拉越的窗口 那么当时这个我觉得 就是一个很无形的选择了 那这么大型的国际赛事被取消呢 对我而言 我觉得确实是觉得可惜的 但是我也希望就是以后呢 如果再类似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 联邦政府跟沙拉越政府 可以就是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吧 因为不然的话呢 不只是我国的形象会受到影响 其实呢这些业者们 他们的这些生意额啊 或者是他们的业绩 其实也是会跟着受到影响的 是的 经济上的选择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形象 就是因为你如果说你是因为换了新政府的话 你要推翻前面政府所做的一切决定 那么对外界来讲是 就是对国际 在国际社会来讲是一种无法认同的 就是你怎么可以说 说取消就就是你不拒绝让以色列选手进来 而导致这个我们的主办权就眼睁睁的看着 是被取消了 这种时候是对马来西亚的形象上是一个很大的选择 确实是非常的无奈的 但无论如何呢 就是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还会继续的有新周主编点新闻